大家好,我是汉文,今天是6月1号了,是6月1号凌晨的大概2点30分左右 现在呢,我是在办公室里干完了活之后,回到了家门口,在我们的小车里边 今天有一个事情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也祝小朋友们儿童节快乐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卡,就长这个样子,这是一张银行卡,近一点,是黄色的 上面画的好像是家的感觉,是房子的感觉,那这个是正面 写的什么字呢,我也没看清楚,然后这个是正面,这个是反面,上面还有一个卡号 但是这个卡号可能就没有太大的用处了,跟卡号也没有太大的关系 可能就用来丢了补的吧,那为什么给大家介绍这个卡呢 因为今天拿到的很高兴,这个是韩国发给所有老百姓和永住权的人,还有结婚签证的 这个是钱,我是没有这个资格的,因为我是F2的签证,F2的签证 是陪同我妻子的签证,因为我妻子是F5,永住权就是绿卡 这是发给所有的持绿卡的外国人,还有跟韩国人结婚的外国人,还有所有的韩国国民 人手一份的这个钱,它并不是现金的形式,是给你存到这个卡里边了 今天呢,我们拿到这个卡大概两三天的时间,我们也试了一下 在周围的小超市买了咖啡和就是蛋糕 也很好用,它也不是记你谁的名字,直接就可以当钱花了 我们是大概十天之前申请的这个卡,就是韩国政府发钱了嘛 因为疫情的原因,给每一个韩国国民大概四十万韩币 两个人就是六十万韩币,看你家庭的总的人口数 最高的上限可能是一百多万韩币,就是为了灾情的期间 大家的生活都比较困难嘛,而且很多人丢掉了工作 或者是暂时收入的减少,韩国政府给 就是每一位国民,这是一点意思吧 可以说拿到这个卡了之后非常的开心 然后他说两天到七天,这个钱才能打进去 我们拿到卡的时候是一张空卡,里面还没有这个钱 这个真的是非常开心,在韩国生活呢,也交了不少的税 一年我大概交税大概在三四百万韩币吧 也就是两万多块钱,人民币大概这样 我妻子也会交大概这个钱两万多 两万多人民币这个样子,一年的这个税钱 所以终于建造回头钱了,这是非常开心 而且拿这个卡,跟拿别的卡,这个消费的心理是不一样的 嗯,其实挺感恩这个韩国的政府的 在疫情的情况下,对每一个公民无差别的这种帮助 嗯,让人感觉挺暖心的 那毕竟我是中国公民,但是中国政府没有 没有对国民有这种 这种表示吧 如果说中国的GDP现在非常非常高 世界第二了,或者说 嗯,人均可能没有那么高 但是,嗯,比如说你是韩国的五分之一的人均GDP的话 或者是美国的十分之一的人均GDP的话 美国一个人是发了大概两三千美金吧 大概,可能将近一万人民币的这个感觉了 呃,在灾情的情况下 然后韩国是发了大概两千多块钱 不到三千块钱 人民币的这个,就是 这叫什么援助金吧 就是所有的国民,连外国人都给了这个 这个免费的这个钱 然后,那我就觉得 哎,我们中国现在这么强大的话 嗯,你要是没有多 你还不发少点吗 就是这个感觉哈 就比如说你一个人一万左右 那肯定是没有这个钱 但是一个人两千左右 你也没有这个钱 哪怕你的人均GDP是中国的五分之一 那五分之一到两千块钱 那就是四百块钱 五百块钱 那总有吧 对,每一个老百姓发五百块钱 或者说再少一点发三百块钱 发两百块钱 一百块钱 就是没有多 你还没有少嘛 对吧 咱没有说发达国家有钱 但是人均GDP也不是特别少对吧 你就算是韩国的五分之一 你少发点也是个意思 大家的心里也暖暖的 特别是对于这个 真正的低收入群体来说 你就是发给他一百块钱 他也能吃几天饭嘛 还有就是李克强总理 打记者问的时候说 中国有六亿人 一个月的这个月薪收入 还不到一千块钱 那除以三十的话 一天就是 一千块钱除以三十 我天 三十 那就一天三块钱吗 三十天 九百块钱 三乘以三十 那不对 是九 一天三十块钱 好像是一天三十块钱 这个实在是不够的 我感觉点个外卖都不够 那这种情况 被这个总理说出来之后 我们才突然间发现 好像中国也没有 以前我们想象的那么强大和那么富足 嗯 我们心里也是很沉重的 特别是拿到了这个韩国政府发的这个救援金之后呢 我们觉得这个钱花起来有种感恩的感觉 今天我跟我的孩子也分享了一下这个事情 因为这里边其实是没有我的钱 我的签证是不具备这个资格的 我是陪同的签证 嗯 是我妻子的四十万和我孩子的二十万 然后我把这张卡给到了那个我儿子的手里 然后就跟他说 说这个里面有二十万是你的钱 是你可以随便花的 你可以买大汽车 也可以买玩具 也可以买嘎嘎 买好吃的 怎么样都随你 买个自行车也可以 然后他就很兴奋在那跳啊跳的 非常开心 然后他就问为什么发这个钱 然后我就告诉他说 这个是因为你生活在韩国 也给韩国政府交了税 然后现在是灾情嘛 疫情也非常的严重 然后韩国政府来救小朋友们了 来救妈妈了 啊他就给每一个在韩国生活的人吧 特别是韩国国民 每一个人都发钱 然后让我们一起来度过难关 嗯我们 有钱去看病有钱去吃东西 有钱去坐车 有钱去生活 让每一个人都嗯 顺利的熬过这个灾情 然后他听了之后就他就记住一句话 他就记住 说韩国政府来救我们了 那政府来救我们了 这个我觉得我们确实受到了这个政府的恩惠 然后我们感激他也是正常的 然后我们今天特别我花这个钱的时候 真的是有感有感恩或者是有感动在里面 除了这个钱之外呢 嗯每一个地方政府可能还会给给国民和这个永住权的外国人发钱 现在一个富川市呢 是1515万韩币的标准 大概是900块钱人民币 然后还有一个城市叫什么呢 安山市 我 我以前还不知道 就韩国也有安山 中国也有安山市 安山市是12万 12万是多少钱 720人民币的这个标准 这个是地方政府 就是说市政府发给这个 嗯每一个国民 还有说外国永住权的人的这个钱 所以说在这么严重的灾情下 这种行为还是让我一个作为老百姓来说 挺感恩的一种想法 嗯今天就先跟大家分享这么多 啊也提醒大家哈 如果大家有永住权或者是伴侣是韩国人的话 那你作为一个外国人赶紧去这个 你的动事务所 就是说像局委会一样的地方 去低调申请 你需要有这个四大保险 就是说你正常缴纳保险的情况下 你就有申请的资格 然后大概十天 你这个卡就下来了 然后每个人是四十万韩币 两千四百多块钱人民币的样子 这个钱不要白不要嘛 有资格的人 特别是感觉生活有一点困难的人 赶紧去申请啊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这么多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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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